女孩高空作业室光顾着和同事聊天 浑然不知辫子落在了高压线上 哎呀白哥 小心 真吓死人了 你还是把辫子剪了吧 我这两条辫子 还是我妈妈活着的时候留的 我还真舍不得呢 你是要命啊 还是要辫子 为了安全起见 白哥听取了同事的建议 没想到这个决定竟改变了他往后的生活 下班后 他就兴致勃勃来到同事推荐的理发店 对方热情地招待他坐下 还不忘递给他一杯热水 白哥环顾四周 这里果然如同事所说 店铺虽然小却既干净又整洁 小伙拿样册让白哥选择乡里的发型 可他看了半天仍拿不定主意 见白哥一脸愁愁 我看还是剪掉长辫好 这样既美观又省事 容易洗还好干 每天用梳子里里就可以上班了 你每天梳小辫的话 一天按五分钟算 一年就是一千五百分钟 一天就算他八小时吧 就等于您白干了三天活 小伙滔滔不绝地介绍 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 于是他接受了小伙的建议 只见小伙手脚拿了 理发的动作一气呵成 等白哥从瞌睡中醒来时 短发已经完成 由原先的俏皮可爱变得精致干练 白哥很是满意 您仔细瞧瞧 我这是特别为您这种脸型设计的发型 您额头较宽 这自由式的刘海刚好遮住它 临走时白哥专门多给留了两块五 当小伙发现追出来时 白哥已经骑着自行车走远 正是因为这次的理发 让两人的命运有了奇妙的联系 换了新发型的白哥高兴地回到家 一边高兴地唱着歌 一边在镜子中打量自己 简直太喜欢这新发型了 这时身为市委书记的父亲文生敬爱 也对女儿的新发型赞不绝口 于是就问他在哪家殿堂的头 在得知是由一个 待业青年开的小理发馆时 吴书记突然想起来 晚上还有个关于 待业青年工作安置的会议 这段时间可把他筹换 面对一万多等待就业的青年 吴书记整天没日没夜地 开大大小小的会 好巧不巧的是 那位帅气的理发师徐丽也出席了晚上的会议 而且由于思想进度 积极发言很受吴书记的青睐 一段时间后 白哥的头发又需要理一理了 这次他来到一家国营理发店 本来憧憬着老师傅 能为自己量身定制一款满意的发型 谁知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 师傅 我脸型圆 额头比较宽 是不是请您 给我留个自由式的刘海啊 脸型不好 光靠头发 怎么也不行 来我们这儿理发的 还没有不满意的呢 理发师的态度让白哥无言以对 他失落地回到家 看着镜子里老气横秋的自己 白哥难过得不能自已 一顿疯狂乱舞之后 他突然又想到了徐丽 于是他再次来到对方的理发店 在徐丽耐心温柔地修剪下 白哥的发型恢复了生机 自他母亲去世以后 还没有人帮他这样打理过头发 看着眼前这个专注为自己整理头发的小伙 白哥心里不知不觉见萌生爱意 连看对方的眼神都变得含蓄起来 而这次结账时 徐丽不仅没收白哥的钱 还倒给了他两毛五分 说是第二次来的顾客打九折 而且上次白哥给的钱 还差两块五毛钱没找给他 这一下更让白哥觉得徐丽正直可靠 而本就对白哥有好感的徐丽 也邀请他常来 可白哥却遗憾地说 他的工作都改成了白班 往后的白天没空晚了 不料徐丽说他会将胎店时间 延长到晚上十点 随时欢迎白哥的光临 白哥没有回答 高兴地笑着说了声再见 脸上泛起了娇羞的红蕴 送走白哥后 徐丽高兴地摘屋里手舞足蹈 这天白哥来闺蜜家串门 偶然间发现徐丽上门 来给小区里的瘫痪病人理发 闺蜜说这个年轻人心真好 已经连续三年了 都来给小区里的残疾人理发 可惜只是个待业青年 没有正式工作 人好心好也没啥用 要不然也不会一直到现在 也没谈下个女朋友 一旁的白哥露出了笑容 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 白哥再次光顾理发店 他看见墙上挂满了徐丽画的发型画 忍不住感叹起对方的才华 两人不知不觉的话题多了起来 还聊到了白哥的父亲吴书记 言语间 徐丽对吴书记充满了崇拜 但他不知道白哥就是吴书记的女儿 两人越聊越投缘 甚至彼此交换了名字 但白哥并没有说自己姓什么 因为他不想以吴书记女儿的名义 和徐丽接触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两人经常一起出去游玩画生 但徐丽不爱画风景 却喜欢画风景中的人 更喜欢给白哥拍照 在他的相机里 白哥笑得如此自然又无忧无虑 白哥 我刚才给你拍了一张最漂亮的照片 我看你这人呢 到底你招人喜欢的 招人喜欢 那你呢 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 两个早有好感的人互诉忠常 你从什么时候喜欢我的 第一次给我烫头发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早就喜欢你了 可我不敢说 真的 从什么时候 第一次你光临我小铺子的时候 那时候 一瓶嘴挂舌的 像个跑堂的小火鸡 你那时候呢 威风凛凛的 就像个高傲的公主 原来从初次见面 爱情的种子就在两人心中萌芽 他们在阳光下追逐 宛如一对甜蜜的小情侣 追逐打闹间 徐丽停下给一位女游客热情的拍照 不见徐丽跟上来的白哥返回来 看到了这一幕 以为对方是一个见了美女就趋之若鹜 喜欢沾花惹草的人 刚恋爱的甜蜜瞬间被冲散 他生气的没有给对方解释的机会 就直接离开了 回到家的白哥越想越难过 但通过这些日子对徐丽的了解 他应该不是个那样的人 为了探明真相 白哥再次狂奔到徐丽的理发店 结果却看到徐丽被警察带上了车 这下他彻底慌了 他以为徐丽是犯了什么罪 才会被警车带走 回家的路上 白哥魂不守舍 他不由地在父亲面前流下眼泪 好巧不巧的是 父亲今天刚好邀请徐丽来家里做客 因为徐丽用自己攒的钱 帮助解决了50多个青年就业的问题 父亲对他是赞不绝口 但当听到这个人是徐丽时 白哥的泪水再次决滴 他将自己和徐丽的事全都讲给了父亲 父亲得知后也决定帮女儿试一试对方 很快徐丽如约而至 谈完工作后 无书记故意问起徐丽的个人问题 徐丽遗憾地说自己前不久 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但他却不知道对方跟自己分手的具体原因 自己猜测可能是因为 自己没有正式工作的缘故 人们都讲究门当户对 女孩是正式职工 两人的身份有很大察觉 所以他也理解女孩的做法 不料吴书记说自己认识白哥 还听他说起过他们的事 他说你们约会的时候 你抛开了他 去和另外一个姑娘会面 我想起来了 是有另外一个姑娘 当时 我只是为他的发型所吸引 我觉得他的发型样式很特殊 为了收集资料 我征得他的同意 为他拍了几张发型的照片 屋里的白哥这才明白这是个误会 而至于被警察抓走 那更是无稽之谈 那是警察同志 请他去给所里的同志们理发 像看守所 教养院 养老院都有他的服务合同 吴书记听后大笑 问他为何不去找他说清楚呢 其料徐丽却说 爱情是不能勉强的 我不愿意去给他增加烦恼 那你现在 还想理他吗 我非常想念他 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 我保留了他的两条辫子 想他的时候 拿出来看看 如今误会已经解开 屋里的白哥已然气不成声 徐丽也泪如雨下 吴书记开玩笑地说要徐丽把他忘了 并要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他 但徐丽早已心有所属 心里容不下他人 他借口还有别的事想离开 怎么 不想见见我的女儿 你可别后悔哦 吴书记 那我走了 白哥 两人四目相对 眼里全是对方 完整地说 他叫吴白哥 我的女儿 怎么样 不准备后悔一次吗 白哥激动地上前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含情默默地看着彼此 从前的车马很慢 书信很远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那时的爱情很甜 光是看别人的就已甜价信我 你说的 可能 Rosami 是参与能肯定了 那时的都d toch 我高兴